下午的5点44分 带你来关心最新消息 这是新北新庄 今天下午发生了一起工地的意外 透过画面来看到 是工地内部的水泥 像瀑布一样 往外朝一楼的停车场狂喷 也波及了停在旁边的轿车 整辆轿车是被泥浆给覆盖 而停车场的负责人 下得赶紧报案 预估有11辆汽车 跟1辆机车受损 现在详细的原因还有待调查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